駿駛,或公仔,或其他批評 你小時候很喜歡車 例如在玩車,玩公仔,玩公仔 我同時還記得我家人說 我還未懂說話 小孩就對車有興趣 我示一下 小孩在車身後 我會扮演車的引擎聲 在那裡嗚嗚 所以未懂得說話 就已經對車有興趣 而到我懂得畫畫 我不是畫太陽 不是畫屋 我是畫車的標誌 可以說一天生就已經很喜歡車的東西 我不玩了 我要玩玩具車 你什麼時候開始喜歡賽車 和怎樣入行 賽車其實我沒有什麼正式經驗 我第一次接觸賽車或玩車 是娛樂卡丁的時候 應該是三年前 但玩了一兩個月就疫情了 所以正式來說 我的賽車經驗是不多的 娛樂卡丁車是我接觸過 玩過 但不是比賽 譬如說你去某些場 大陸的卡丁場 你可以試玩的 就是娛樂性地去玩 而我沒有正式賽車 沒有比賽 我一比賽就已經是方正式 哎呀 我沒有想說 做ёл 對 卡丁 那是高卡丁 對 о,高卡丁 卡丁是高卡丁 描它說沒有太久使用賽車 其實沒有太久使用賽車 沒有ékков 就是說nikov 可以ər的原來要比賽了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塞車 做車手是我的夢想 但是從小到大都沒有這個渠道去接觸 因為很多時塞車都是說感覺 所以他們就是看好我 而對我有信心 所以就繼續這樣培養我 教導我一直一直繼續塞車生涯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真正接觸賽車 讓他們看到你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那個情形是怎樣 就是我第一次玩兒樂卡丁 搞了一場自己玩的比賽 我第一次玩就拿了冠軍 會過來馬上拿望 所以對於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一個家庭一樣 他們看著我成長 最終的一場 人哨人 對於是 太好了 對於是 對於是 對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